原标题,日本防卫省改口,已部署的F-35A战机,曾先后七次紧急着陆,并非三次。 有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F-35A战机,在日本兴三县附近太平南海域发生的坠机事故。 日本防卫省,4月16日透露,部署在三则基地的13架中的5架,截至2019年2月底,共计七次在国内飞行时发生故障而紧急着陆。 日防卫省更正了此前包括事故机的两次在内,共计三次紧急着陆的说明内容。 据日本共同社,4月17日报道,日本防卫省透露, 七次紧急着陆,都因为操控系统,或燃料系统显示异常的警报装置启动。 先后发生在爱之县营宁古屋机场,三则基地,以及空自千岁基地。 飞行员未受伤,更换零部件确认安全性后,战机再次进行了飞行。 日防卫省此前确认的三次紧急着陆为 首次在国内组装,近期坠落的事故机,在2017年6月,及2018年8月发生的两次, 以及在国内组装的4号机,2018年4月发生的一次。 日本防卫省最新公布称,2018年7至10月,在国内组装的2、3、4号机各出现一次紧急着陆。 2019年1月,全部在美国制造的另一架发生过一次。 在日本国内,机体的最后组装和功能,检查于爱之县的三菱重工业小木南工厂实施。 日本防向延雾翼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明称,没有确认这三次以外的故障。 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是在未切实确认的阶段做出的回答。 向自卫队确认后明确了所有情况。 黄欢、俄媒公布的海燕巡航导弹生产车间。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田玉柳玉彭,在美俄相继暂停旅行中道条约业务的背景下, 俄罗斯加快了和大棒的研制进度。 俄塔射16日称,俄罗斯近日成功完成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动力装置试验, 确保这种导弹具备无限射程的超级性能。 俄罗斯专家表示,这意味着该导弹可能很快将展开摧毁目标试验, 它能绕过任何反导系统,根本无法拦截。 报道称,列奥尼科夫还表示,作为俄罗斯核威射力量的一部分, 海燕巡航导弹未来不太可能配备常规弹头, 而是将携带和弹头。 它的目标是摧毁潜在敌人的重要战略目标。 海燕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无限射程, 因此可以从容绕过任何敌方防空和反导防御阵地。 常规方法无法拦截。 美国大众机械杂志称, 海燕导弹是专为避开美国反导系统而研发的新型武器。 这种超远程的飞行能力, 对美国提出非常严峻的挑战, 例如为躲过美国本土当前部署的反导系统。 海燕导弹的飞行路线, 可以选择穿越太平洋进入南美洲, 然后通过墨西哥湾, 进入美国领空。 美国不可能在漫长的国境线上, 全部安置反导系统。 这在成本上是无法承受的。 不过詹姆斯马丁不扩散核武器研究中心专家 乔书亚·波拉克认为, 海燕所用核反应堆的小型化和蜜蜂性, 都是巨大的工程考验。 仅仅一次成功试射, 不能说明问题。 况且俄方认可的成功指标, 是否被外界承认? 恐怕也是个问题。 俄罗斯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萨维利耶夫说, 尽管俄总统普京, 在2018年3月的国情咨文中, 把海燕列为六大尖端武器之一, 但依然缺乏证据说明它的军事和战略价值, 况且还有能进行部署的弹头数量问题。 范维利耶夫认为, 海燕导弹部署后, 数量不会多到颠覆战略平衡的地步。 At Sevilla Deadpost, 7,531, 以色列军队26日炸毁一条从黎巴嫩通入以色列的地道, 认定它由黎巴嫩真主党挖掘。 这是以方近期发现从黎巴嫩通入以色列的第五条地道。 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说, 地道从黎以边境一座村庄延伸至以色列境内, 用于跨境袭击。 以军发布视频, 显示一名以方军官在边境喊话, 警告那座村庄的村民, 他们处于危险中, 应远离那一片区域。 画面继而出现倒数据时, 一名士兵按下一个按钮, 巨大爆炸声响起, 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回应以方的说法。 以军本月初说, 发现数条从黎巴嫩延伸至以色列境内的地道, 由黎巴嫩真主党挖掘和修建。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7日证实, 黎巴嫩南部, 与以色列边境, 存在四条地道。 其中两条地道穿过黎以临时边界蓝线, 多家媒体报道, 以今20日以爆破方式, 摧毁一条地道。 23日以丰田方式摧毁另一条地道。 摧毁地道的全部作业, 在以黎临时边界蓝线一方一策完成。 以方没有发布是否摧毁另外两条地道的消息。 以方多次指认黎巴嫩真主党, 挖掘跨境地道,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侵犯以色列主权。 声称若有必要, 以军将进入黎巴嫩境内摧毁地道。 郑浩宁, 新华税微特稿, 林海雪原浩角崔征第七十八集团军大抓阶段性军事训练动员部署建文。 硕气传金拓, 寒光照铁衣, 春节刚过, 记者一路北上, 来到驻访祖国最北端的特种部队, 第七十八集团军某特战旅。 年卫尚未散去, 萧烟未扑面而来。 2月12日, 上午八十三十分, 第七十八集团军, 召开大抓阶段性军事训练动员部署会。 从白山黑水到林海雪原, 数万名官兵, 上百台装备集结列阵, 犹如一道道钢铁长城微然矗立。 在动员部署现场, 集团军领导介绍说, 今年军事训练重点突出大抓比武竞赛, 大抓等级考评, 大抓按钢师训, 大抓实战化练兵, 从将军到练兵, 从首掌机关到基层部队, 集团军官兵各个摩拳擦掌, 群形激昂, 部署会上, 战斗英雄董岑瑞生前所在部队, 集团军某炮兵旅官兵, 向特战旅官兵发出挑战, 新年度训练, 比基础, 比能力, 比成绩, 比作风, 特战旅全体官兵高升应战, 特种部队特种人, 特种精神特种魂, 身处会场, 记者最深刻的感受是能打仗的斗志昂扬, 有短板的如座针针, 部署会上, 三类十八项比武内容覆盖全年全员, 从飞行员到吹噬员人员参与, 展开训练, 随着一声六下, 各部队瞬间马达轰鸣, 官兵驾驭装备奔向训练场, 劫后一开训, 部队就挺进雪野真打实练, 集团军首长机关, 率先展开封闭集训, 机关参谋人员打起杯囊即刻出发, 他们将围绕业务基础和基本技能, 进行为七十天, 每天不少于十二小时的训练, 记者在某特战旅现场该训看到, 该旅特战一营官兵, 从会场直奔训练场, 在临海雪人展开滑雪训练, 到达指定地狱后, 他们又连贯进行某型反坦克火箭实弹射击演练, 某合成旅训练场上, 烟雾掩护下, 装甲步兵连冠兵向敌发起攻击, 某防空旅导弹训练现场, 数量导弹战车刚占领阵地, 就迅击展开隐蔽伪装, 攻防对抗, 看着冰天雪地中汗透衣衫的官兵, 集团军领导告诉记者, 陆军部队改革后, 指挥更加高效, 编组更加精细, 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 但要真正担负起新时代使命任务, 依然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赞发前进, 截后召开阶段性军事训练部署会, 就是要进一步牢记统帅号令, 凝聚军心士气, 锻造陆战先锋, 康子战, 欧阳号, 安阳, 中国海警微信公号, 2月11日消息, 当天, 中国海警2501舰艇编队, 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原题为中国海警舰艇编队, 2月11日, 在我钓鱼岛领海巡航,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 多名美国国土安全部相关人士23日表示, 美国方面正在考虑在日本部署用于防卫新型导弹的国土防卫雷达, 2014年12月, ,